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最後一天 又見面了 幸好得到肥仔 肥仔今天穿衣服多帥 橙色 充滿朝氣 又很久沒有做節目 我開始有少許生疏了 你越來越熟 越來越多粉絲 恭喜你了 市場就繼續升 恆生指數 這也是預期之內 這一點也不差異 因為整個形態很明顯 一浪高一浪 又恆生指數 不用想了 因為前幾集就 好像我沒有出現兩集 是啊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今天就 剛剛31日 所以今天 沒錯 這兩個星期沒有跟大家吹吹水 市場還是繼續升 升其實也不 我又回覆了 對上 應該是三個星期前的節目 8月10日 應該是出完飛籠 是吧 出完飛籠 我還記得是 出完飛籠 之後就說 Jones Claim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和飛籠數字都有一個相連關係的 叫做correlation 這個也有correlation 的確當然是 勞工部 都是負責搞的 都是有關係的 接下來 星期五又來了 星期五時間過得特別快 暑假又過了 所以你看到我整個炭 因為被暑假的太陽就焦熬了 焦熬到這麼黑 黑點好 遮黑眼圈 遮一些皺紋 有很多皺紋 你看到女觀眾就介紹一些防皺紋 那些當然是防皺紋相給我 現在皺紋越來越多了 好了 接下來星期五就是飛籠 那怎樣?肥仔上次用那種方法去預測飛籠 那這次你覺得飛籠好不好? 都是偏好的 都是偏好的 預測都是好的 我也覺得會好的 當然當然不是覺得 當然有數據支持 待會我們可以看看 對上幾個星期的新增個案 可以猜猜飛籠不會太差 其實這個我反而想說多一點 大家看到上一個月 痕子抽上來其實就是很靠這個數字 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個數字也會是好 當然有些人說不是加息 耶倫說就加息了 加息應該是7月 下一次議息應該是9月27日 不知道是23日還是27日 下一次議息應該是剛才說過出來的 21日啊 那有機會會加息了 其實今年2016年很明顯就應該加一次而已 就是說接下來如果921肯加的話 年底12月就沒有期望再加了 我不相信會加兩次 那加一次 如果今次加這一次 都折扣了 你就會說當然加了加息 加息就下跌了 那又打 你說不是啊 那加息 就是代表經濟好 沒錯 其實如果經濟的周期現在的底部走上去 其實初頭經濟肯加息才是一個好的訊號 再也都是呢 如果通脹可以再高一點點 現在美國通脹大概是0.8% 1%不夠 如果再高一點就更加好 就證明了 就證明了 就是我們一個叫Slowboaring effect 就是一個滾雪球的效應 就是大家開始追逐 就是怎麼說呢 那個經濟開始熱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情況 那我就覺得趨勢 始終我們經常都說趨勢趨勢趨勢 那其實美股好友就好友了很久了 那日經也是好友了 那這兩天好日之後 那港股就不可以不好 那所以呢 那都爛爛爛爛爛爛 不緊要 那又這麼好 就是我們就啊 其實 constant都這樣 是滾一劍卡過去一個一med 突然間是這麼高 就啪一聲插水跳蠍式 蠍式下跌 一定是這樣 因為跌的時候人踏人嘛 企業可以去逃得摸 當然是撇 是不是盡快走 這是必然的 這是規律 急升就自然會急跌的 這就是類似於形態上 我們的спyke Disk事很多 那這個是轉向訊號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是矮的升势 我告诉你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现在恒指炒得上2万3万 现在人们说目标是2万3万 我们应该在几个月前都说是2万3万 当上次上升到2万2千3万的时候 接着跌回到2万1千多万 接着又开始有人出了淡风 说好像不要去跌回低一点 我说当然不是了 这一场技术图标派就赢了 因为形态所指就是2万3万 那有趣的是为什么到2万3万 今次就是停一停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就是又去到目标大家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所以不信技术分析不信技术分析 不信图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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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不信你又吹什么 他又去到2万3万给你看 那后向是怎样呢 我们自从今两三个月之前 应该是五六月的时候 希望那时候插了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买便宜货 但是那次失败了之后 基本上都未跟大家吹过淡风了 都一直觉得市场是要买上来的 那你问到现在这些水平 其实跌不下去就跌不下去了 那如果未来周五的飞龙数字又好的话 那意味着又可能是下一波的气暴点 是 那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挺大的 那第二呢 股票来说就有几只 我觉得真的很肩抽 那其中一只 我们节目应该说过就是 7001腾讯 是的 腾讯然后真的爆了上来 因为腾讯公布业绩 应该上一集我好像有说过 腾讯和频道 中国平安公布业绩 所以那两个都插上去的了 那平安都上升穿了40元 那这只一路都是35-36 那时候都叫大家可以买入的 是吧 那另外腾讯就是 当大市下跌的时候 就是真的当股市 今年年头跌得很惨淡 是不是 腾讯比起历史高位 都是跌十几个百分比 十几个百分比 那当然 理所当然 当市升的时候 它再创新高位也是必然的 那这只好像神话 好像升级都有 但看来那个势 它真的跌不到 那如果200元变的 我就建议都可以 都不怕买 就算现在的现水平也不怕买 跌低200元又再买 跌低又再买 跌低又再买 那这就是纯粹 我觉得是存钱股票 平均买入法 这些股票绝对是可行的 直到在浪顶里看到 一些不对路的转向转 不过真的挺难 基础分析来看 基础分析来看 每个月每一季度 每半年的增长 都是 double digit 四成五成 是不是瘋了 那股票呢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 要看增长 如果我们用其中的分析方法 我们叫PEG 就是PEG 就是PEG 跟着 增长 如果你的增长 二百五成三百 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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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再来 我听了新闻 原来腾讯眨眼 已经说 当时买了一手 十二倍 什么十二倍 当然不是 有个人说 已经过百万了 过百万了 就是当时 几元而已 10千 我还记得上市的时候 10千 真是神话 不过正常的 我又觉得 一点都不奇怪 真的 因为都是IT boom 等于Facebook Facebook 升级不停 慢慢去Google Facebook 不过中国 这个就是腾讯 所以我觉得 这个趋势 其实不仅是这个趋势 其实 这一类型的科技股 其实应该趋势 没玩完 美股当然 我当然首选Google 不用想了 Google Facebook 因为你每天都用 是alpha 是 alpha 是 恒指后向 上个星期 你刚才说过 那幅图 你给我看 其实我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这两个星期 我真的没有看到 没有跟到Facebook 里面 原来你拿了一幅图 那这幅图 也要炸炸肥仔 这幅图有多不错 就是Facebook 可以先去电脑吧 好了 那应该是 就是Facebook 在8月24日 推出了 就是这一幅的 恒指月线图 如果Facebook 能够找到 这个契机 我都替他欣喜的 因为 的确是开始掌握到 形态分析 和周期里面 有少少的窍门 不错 好了 就留言一下 这幅图在玩什么 我刚才一开播 就问他 你现在在什么阶段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下一步怎么走 这一步 就相同 就相同 这一组 当然 不是相同 差不多一样 其实 刚才所说的 一样是矮拉 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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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急跌 因为急跌之后 又是慢慢的 再继续上去 如果现在 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在这个位置 也是出现了 这样的情况 你现在急跌 做个反弹 再再插多东西 只不过插得不够深 我们经常打算买便宜货 希望可以 在这些便宜位里面 进入市 当然令大家失望 这次也 其实那一阵 我们也希望 跌得深一点 没有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图 又像你 中了陷阱 我真的在玩这一幅 不要紧 如果你现在 因为我想找一支筆出来 滑给拔 因为你的按钮有点延连 有它有它 好 大家忍耐一会 我开一支筆出来 这个 是 是 一样的 好 又放大 你要变回 你要变回 战制才能放大 哎呀 我的天哪 即是怎样 现在在 好 接着 这里 对不对 好 不好意思大家 阻止了一会儿 不要紧 其实 这个比较 看着 这边就是一个急跌 做一个重移 再跌一层 那你也说 这里也是急跌 做一个重移 再跌一层 当然 其实我们当初 希望 恒生指数可以跌下去 这些位置 就正好 可以16,000多 这些位置买 怎样都不用死 那就令大家失望 就去这里行人之步 咬上来 不是 我觉得你缩下一个比例 就是你不能用上次 3,200,000去看 不过就这么说 如果你纯粹说比例 这个高度 又和这个高度 已经是差不多 第一 第二 就是 好了我们说一下后向 后向现在就开始上升 如果上一个形态 在这里发生 在这里发生 见完这个底子之后 也是开始上升 接着做一个重移 再上升 再上升 接着重移 再上升 这里有听书的 是什么 大家见不见 波浪理论里面的 1,2,3,4,5 我经常跟大家说 波浪理论最好用用就是1,2,3,4,5 就是很帅 所以看到这里升上来做第一浪 第二 第三 做一个重移 第四浪 第五浪 玩完 走完五个浪 今次看来这里第一 第二浪 已经做了 如果这幅图再放大一点 其实这里是两条长影线 下影线的月线 我经常说两条尾巴的阴阳烛是有杀伤力的 这个也肯定是 但是他今次不是杀我们 今次是给了一个好的卖入契机 其实这两条尾巴出现之后 股市就升下无二 现在升到 我当这个是一浪二浪 现在正在走第三浪 第三浪应该理论上是最长的浪 其实过去也不是最长的 如果第三浪不是最长的 第一和第五浪基本上就会一样 我们今次希望 他现在走三四五 未走完 如果以上次这样的形态 结果原来走完之后 是走回到左边的高位 即是说他最后第五浪的目标 差不多和上次破顶了 即是说如果我们不断玩玩玩玩玩 这样去 即是说可能去到二万八千多 二万九千多 这里就成为今次的目标 第二 从形态上比较 就看到这件事情 第二个还可以找什么 就是究竟需时多久 我们又看看上次这里 由浪底去浪顶是二十个月 二十个月就是两年了 如果这个浪底现在已经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现在走了七个月即是还有十三个月即是两年了 那两年了 起码走到一七一八 一七一八 就是又去到七字八字这些大浪市周期 就好像有点灵验 有点灵验 希望由现在开始 二十七二十八 二十七二十八就是 大家听完不要马上去 为什么今天下跌下来 后来下个月跌下来 大佬 三十七一八年了 是一七一八年的事 对 起码能够给到我们的方向 差很远 心理上打到底下 起码能够到在心态比较稳窄一点 即是说中间有些什么小浪、小调整 都不会被他抛出来,不会被他吓到 好了,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这件事是错的呢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发现两条上尾巴出现的话 你才会害怕他,也不奇怪 你才会害怕他,如果不是他们就不用害怕他 不是,你过去这里也有一批 这批不会出来了,这里不少的 这里22008,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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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跌了3000点,就是再删上去 一回事,这些就是短期见顶 如果想短期见顶 当然大家去到第3浪见顶 大家去到第4浪,即是3浪尾 见顶的话是什么情况呢 看下这枝棍就能解决到 如果出了一些大阴烛 那你就休息一休 等它做完完整理 再向上突破 在这些位置里你就再入市 那你就走上第五浪 另外一种做法 你就可以用1.38 2.5和1.618做项目 看看哪位网友做功课 我发布一下大家 就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再走上去会怎样 去到哪里做目标 如果纯粹看这图 看来我就纯粹用这个做形态比较 上一次在这些位 原来它走完第五浪是破了顶 那我就保守一些 去到这儿到2.8万 2.8万就希望今次目标 好了 这一节休息一会回 请不吝点赞 想口齿凌厉 每天笑未言人 现在美国的Opalacis美白牙膠帮到你 用美国制造的齿托式美白牙膠 成分安全用法简单 现在只需要每天1个小时 就可以令牙齿变得明亮和结白 那就不用经常在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里轻松的美白 现在在store.mihk.tv 已经有得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